在中国主要异议人士刘晓波被判刑后,国际社会纷纷进行谴责。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星期五发表声明说, 对刘晓波的定罪以及极其严厉的判刑,显示中国的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, 美国和欧盟也谴责这一判决。 星期五早些时候,刘晓波以颠覆国家罪名被判处11年徒刑, 之前他呼吁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,以及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统治。